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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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今天的沙灘40度 都有這麼精彩的畫面看 今集我們的嘉賓 就是大師兄張小倫 真是很熱 對 我變了燒豬 我們先買飲品 你有想喝甚麼嗎 買一杯咖啡 咖啡 前面呢 美國 好 冷咖啡 你平日也喜歡喝啡 很喜歡喝咖啡 很喜歡 早知我們今天去喝咖啡 對 可以 你提議一下我吧 我也可以的 我沒問題的 好 我們去這裡買吧 小倫 你有沒有計算過自己做了全職運動員多少年 正式全職 正式全職 入了體院後 也有十十年 你當時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不做劍擊運動員 你自己本身會做甚麼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做食物 我當時有去學廚 我在讀中學的時候 我有很多 就是做小技工 那時候 我去過 你猜不到 去哪幾間餐廳 甚麼 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全部人都認識的 全部 是那些大X駱 那些 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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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廚藝 在那時候練回來 都不是的 那些是只給我一開始興趣 然後跟同學一起做小技工 那時候我進去 那我就去廚房學很多 他們做的食物 然後慢慢學 直接我進去茶餐廳 酒樓 學他們那些 比較深入的 那些不同的調味料 不同的烹調方式 那些去學 那些自己都喜歡 但你每次提到你煮食 那些故事 是不是都有很多粉絲 立即DM 很多 不斷問你 每天都會問你 哇 快點發送 不過食譜來吧 就是很多人問的 嗯 但我就回答他們 其實很複雜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做得好吃的時候 但如果那些粉絲DM你 你自己通常覆還是不覆 這個問題問得好 對 一定很多很多 通常這些訊息 我現在很難看得完 可能我有時間的時候 會覆覆他們 有時候看看他們 有些看到就覆 有些看不到就覆不到 不是特意不覆 可能真的太多了 對 始終現在香港 比較受歡迎 比較多人接觸 所以很多人 就算我出街 都會遇到很多人 叫我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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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有 以前你會 沒有這個感覺 但現在多了很多人 會去關注你 關心你 或者問問你 就算我逛街也好 坐地鐵 坐巴士 我經常都有 基本上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他們會走過來問候你幾句 你怎樣 你的腳好嗎 全部都知道 因為現在四間會 很厲害 你甚至有一個Fan Page 對 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 他們幫我做的 你懂不懂 那個Admin 即那個Fan Page 我知道誰 但他們真的是自己做的 我覺得很驚訝 他們會做這個 但原來有很多人 他們那群人 全部都是 我每次去商場活動 或分享 他們真的全部都在 很多人 有沒有舉牌 我叫他們不要做這件事 我說我不是那些什麼 明星什麼 我只是在一個 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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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這個變化 都真的因為東京奧運之後 東京奧運之後 因為你剛才 我做了17年運動員 都沒有試過 香港的運動員 會有這麼多人認我 或者去關注我們 或者想了解我們 其實整個生活 一開始是我先玩 是 我帶動了所有運動員 去玩Live 為什麼我覺得 一個奧運會這麼特別 而且是很封閉 其實外面的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發生什麼事 進去怎樣隔離 怎樣在裡面吃東西 怎樣在那裡 怎樣比賽 那我就開Live 就這樣一開始 其實我真的玩世間媒體 玩了由東京奧運到現在 可能兩年左右 但你玩得很聰明 其實我所有東西都不認識 不是 你認識過我們 我本身是不認識的 我本身是不認識的 我就是這樣開Live 連鏡頭怎樣轉 我都不認識 你知道現在上網 那些人很聰明 既然不認識 就問他們 那你也說了你做了17年的全職運動員 你現在是否已經沒有壓力 面對任何大賽 其實不是的 我來說 你每次比賽 作為一個運動員 一定會有壓力 因為你覺得有壓力 代表你重視比賽 那你之前有沒有試過一次 最大壓力的時候 你覺得有 是甚麼事 我記得我2010年亞運會 我是第一次參加 我第一個運動會 就是參加大型運動會 很緊張 緊張到三天都睡不到 因為你很害怕 很擔心 也很期待 你會想很多未知數的事情 這就是 一個運動員 當你準備一個很大的比賽 就會一定遇到的問題 失眠 有壓力 吃東西 沒甚麼遺憾 幸好那次比賽 我都 就是最後的結果 是很驚訝的 拿到我的很好的成績 就是個人有團體的獎牌 那次就是經歷最厲害 你是不是也會有興趣 比如退院之後做YouTuber 我會的 我可能會的 因為始終我 我現在面對鏡頭 我都比較熟悉 就是說話 我又覺得 我又可以說得OK 可能我會有第二個 就是當一個興趣玩 我又喜歡玩 可能我疫情完了 我可能會再在香港開餐廳 有沒有打算開哪類型的菜式 我最希望就是做那些 有個巴桌 我只是招呼一排的客人 我可以一邊住一邊跟他們聊天 我最想做這件事 應該很多你的粉絲會排長龍 不好意思 每天只有幾個位置 可能是十個位置 沒有啦 那你到時請我可以嗎 可以 好 再做一個訪問 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小倫聊天 祝你的腳快點好 應該很快就沒事了 好 謝謝 拜拜